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吧 那么在今天的盘面啊 一根长长的下影线又拉回来 特别是中午那时候 午盘的时候 探到最低 这好像是似曾相识 就是你曾经看见过 以前有过这种走势啊 什么时候啊 英国脱欧那时候啊 你看看这两天的对比 我们请导播给你切一下 两天走势图的对比 您看一看 那么这两天完全完全都是一样 都是中午 探到当天最低点 全是下午又拉回来 然后尾盘稍稍稍的平静一下 但是人家上一次6月24号以后 打出根长下影之后 通通通一波好像起来了 那你说今天这一次 虽然说今天分尸图跟那天一样 那后边走势会不会跟今天也一样 我们后边会不会 哎 这忽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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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站起来又起来了呢 这 这不知道 但是我们看到 有这么一只手 在五盘的时候 跌得最狠的时候伸出来了 谁啊 煤炭啊 有色啊 您发现这规律了吗 向上攻击是谁 中字头 它不动 这攻击的有效性 打折扣了 但是你每当向下一条扔 这煤炭它就出手 有意思吧 也就是说 你看这俩两个大权重板块 它不一块使劲 如果一块使劲了 有一根大阳线 对吧 那个就是俩一块使劲了 基本上 基本上它不一块 不一起向上打 那么不一起向上打呢 一个是拉指数 走不错 一个是你调指数 调差不多 别调了 我跟拉回来了 一个是有打 有户 那你这样一看呢 主力心运作整体盘变整体的线路 也就比较清晰了 这是一方面 我们放在一边 我们拉回来再说谁 再说创业版 这个创业版呢 昨天我们刚看见一点点亮光 一点点点曙光 今天这一盆水叫过来了 一盆冰水 这是前一段有点流行 是吧 弄了个冰桶 浇 这是指线口 今天不光收音 它是留下影线了 但是这个下影线跟主板下影线 那可不一样 主板是望向一踩 踩前线上起来了 这个是什么 像什么没有 一踩 空了 创新低了 收盘也创新低了 把昨天的反弹整个哪来哪去 还过折了 那么这就让人有点感觉有点战二和尚 摸不到头脑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创业版到底怎么了 你主板这边 你一帮我怎么着 他有负责任 大哥呀 这边好像不管了呢 这谁也不管了 这老了不疼 舅就不爱了 到底这种 这种叫什么呢 当然虽然今天的两个都不是很强 但是相比之下 这个护股强叫什么 不叫深入 叫创入 是吧 这个格局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改观呢 这是一方面 这边是我们刚刚说主板以后创业版 但是现在再说第三块 第三块就是什么呢 我不管你今天下阳线多长 今天收阴线了 没错 收阴线了 上阵指数打穿了50斤线了 对吧 而且技术这边也出现背离这种状态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不如调整了 还是说 哎 这个终于这个靴子落地 不安定因素 给它去掉了 我下边就可以轻装上阵 我直接踏上3140点 3150点 像上边大家都看那个3180点 90点 往那挺近 哎 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呢 我感觉啊 今天呢 你收阴线了 毕竟是阴线 烙上了 那么震荡在所难免 其实呢 我们看昨天站上3140点 那其实呢 我觉得呢 本身量不够 然后主打板块不鲜明 本身9点虚 我再拉回来 效果不好 不好没关系 我拉回来 拉回来 这叫调整 记住了 这不叫转折 不是说昨天那个3150点 哎 到顶了 然后不要想下去了 31001手不住 什么3000点 3100手不住2900 不是这意思 我现在什么 哎 我试了几次 没过去 我再一次 哎 过去了 好像是 哎 没问题啊 但是你刚过去 你发现敌人的火力很猛啊 咯 又 赶紧我再撤回来 啊 再撤回来等等 等等什么呢 我再歇一歇 再歇的这个 养精虚的劲儿再足一点 另外等一等 是不是有帮忙的 援军呢 是不是能进来 咱再冲 其实呢 我觉得呢 歇好了再冲 效果更好 你别管从军线啊 从指标啊 从K线看 其实呢 我觉得短期你真正的突破3140 还没有具备的条件 虽然说昨天站上不假 其实呢 条件并不充分 比如说 之前主打的 谁啊 中字头 它调整的充分吗 不充分 那么中字头的这种上涨 它会像那些腰股一样吗 不会吧 不太现实 这起码 它不会长期难呀 因此 那你后边的劲儿谁来呢 煤炭 煤炳涨挺好 那边不行了 那边期货那边一调 你这不肯定受影响啊 对不对 再另外这个美元一变化 你对大陆商品都受影响啊 对不对 它也不能够非常持续的这么往上走 那谁才能持续呢 要不然你再找出一个来 你别管是券商 银行 还是梁统友 你别管谁 你找不出来 找不出来怎么办 找不出来 你就还是他 还是他怎么办 回来 写好了 调好了 摆顺了 再期不走 再往上 基本是这么个逻辑 所以说呢 这个事呢 你大选也好啊 你这大选那事 沉沙落定了 我估计下边大家讨论就是加息的事 总是有点事 困扰着我们 其实呢 市场啊 每天都在做一件事 就什么呢 用各种各种复杂 非常非常复杂的因素 其实干扰您的情绪 干扰我们的情绪 那其实呢 我们觉得呢 不管是什么东西 市场走出来的 我们眼见为实 涨了就是涨了 跌了就是跌了 调了就是调了 你应该什么 排除杂念 把这些不该有的什么讯息去掉 市场为王 什么市场什么为王 资金为王啊 不管是什么消息 没有钱往里打 涨不了 没有手码往里卖 它就不会跌啊 这是市场当中唯一不变的真理 所以说呢 你去除一些啊 这些一些外围的一些 外围的一些因素 影响那事物的最重要还是看我们内因呢 内因发生变化了 没有 所以市场 终会还是要回到自身的运行节奏里面去 那么今天这个消息面 确实 对于这个盘面影响确实是够严重 那么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消息 会影响到后边的走势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编辑给我们做的汇总 今日市场探底回升 护制早盘一路下行 临近五盘时更加加速跳水 而午后则强势拉升 迅速上涨 跌幅明显收窄 报收3128.37点 下跌0.62% 创业板指跌幅较大 上午大幅下挫 午后强劲反弹 最终报收2123.84点 大跌1.23% 宏观方面 中国10月CPI同比上涨2.1% 重回二十代 涨幅与预期持平 涨幅高于上月的1.9% 10月PPI同比上涨1.2% 高于预期的0.9% 也大幅高于上月的0.1% 货币政策方面 央行发布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报告强调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为结构性改革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在保持流动性合力充裕的同时 注重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 国际方面 美国总统选举尘埃落定 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获胜 随着选举结果的出炉 美元汇率与美股集体暴跌 显示投资者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将利空华尔街 此外 黄金大涨 东京日经指数暴跌 而A股则探底回升强势反弹 你看这个A股特立独行 我们强势反弹 在亚太周边市场的所有的指数当中 A股其实这次表现的还是可圈可点的 那好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嘉宾 一位小乐乐 乐俊伟 一位是叶一 还有我们的老魏市场观察员 3月晚上好 今天这个时点虽然说不像昨天突破3140 是吧 然后今天这个也挺重要 而且挺热闹 是吧 今天这方面表现得挺热闹 而今天亮出来了 是吧 那么大家怎么看这根长下眼 我们刚才说了 跟6月24号英国投资那根如出一辙就走出 那今天后边的走势是不是会像上次那样这么痛快 小乐乐你一直挺乐观 是吧 是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今天的行情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大选其实已经尘埃落定 所以来说的话 今天的避险情绪是蔓延全球 但是相对于我们自己的国家的指数 我觉得是走了就像六大说的非常的强 而且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有部分的资金 有迹象手法表明有国家率的资金已经在1.10分 就是说已经互盘了 下午一开盘嘛 对 有明显的互盘 说明什么 现在近期的指数给我的感觉就是 大盘它下去的时候啊 它有筹码在下面互盘 但是它上去的时候 它要攻击某一个点位 像3140 像3150 这个点位心里关口的时候都歇了 你的意思就是我只拿抄子 别人等着 对 我抄 行吗 这放上打不打 就是说这个给我们的盘口语言是什么 就给我们的盘口语言就是 好像在这个点位 有默认的资金觉得这个点位我不能下去了 但是这个点位我也不上工 默认的感觉就是它筹码量 没吸足 没吸足 对 它没有吃满 所以来说的话 我觉得今天就要留下说 它前面留一根下影线 按照技术来说的话 现在MACDKG它也是一个顶贝利 所以来说的话 目前它还是会考验一下 今天留下三千一整数关口的这个下影线 明天开盘的话会去探一探 探好之后的话 我觉得A股还是会恢复到 我们自身的一个上行的结构当中 因为现在其实很简单 现在的盘面给我的感觉就是漫游 它没有到崩的时候 它就是在漫 就像我说春夏秋冬 现在春季夏天的狂乐还没有来 耐心一点 所以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可以看 两千九到三千点它用了五十一个交易日 那三千点到三千一 它基本上是用了四十一个交易日 目前的话它是用了二十个交易日 所以还需要时间 所以说我觉得大盘目前不必恐慌 需要点时间 所以说我们请刘老师切两张 让我今天带来的上证指数的一个K线图 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六十分钟的K线图 它目前的趋势线是在上方的 所以来说的话 目前还是一个多头排列 只不过今天的一个下刷的话 有可能明天再去探一下三千一 会考验趋势线的一个下沿 如果去考验的话 我们投资者可以分低 选好你自己的标的分低去吸纳就可以了 现在的话只要做一个分低吸纳的动作 大盘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那再切一张日线 日线就非常简单 它现在是在趋势线的上方 而且来说的话 今天的 今天是有一个量放 逐步放大的一个过程 说明这个位置是有一个震荡 洗盘的一个动作 所以说对我们的操作来说 目前是做一个高抛低吸比较好的一个阶段 而且来说现在是没有单边行情的 所以说做高抛低吸比较好 就像我说二十个交易日 要到三十五四十个交易日之后 有可能才会上 现在是在三零三零到三零六零 之后如果有量能的话 过三千二到有可能二十八号推出升稿 都正好四十个交易日 实现窗口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上市了 所以说如果放量大盘 今年我还是比较乐观 三二八零到三三八零 我觉得这个位置会加速 它不会像前面一样 因为这个是垄断的位置 它不会让你前面的筹码 一点点进一点点进 到三千五抛压很重的 所以说你进的三千二 三千三的筹码 再到三千五再跑 机构不是解放局 所以说这个三百点空间 应该就一下上去 只不过现在磨 马没吃足 现在还是慢慢吸筹的过程 对 它筹码没吃足 意义怎么看 首先就是说 这个市场当前 还是属于一个震荡式 这点是勿容置疑的 因为它还是处于一个 缓慢的一个上升通道当中 这个上升通道 始终是没有被打破 那么就今天的整个的一个盘面 个人就是做一个解读的话 我们来关注几个焦点 第一个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 今天早盘的成交量 户子这边已经放到了一千四百多亿 那么也是近期的最高 那么今天收盘的整个的户子 也是两千七百多亿 对吧 也是近期的 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量 那么再看看 今天的整个的一个K线形态 盘中的整个的一个走势的话 那么今天从整个的峰式图上来看的话 是走了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V型反转的这样的一个 小的一个V型反转的这样走势 也可以看出一个头肩底的一种态势 那么从而也是说明 就是说明什么呢 今天更多的可能就是说 阻力完成了一次洗盘的动作 那么为什么这样说 就看整个的一个三千一百点整数位的 这样的一个支撑的力度 那么明天假设要往下探的话 我说了 就是说三千一百点是不能够再漏 如果三千一百点漏掉的话 那么肯定是向下再去寻找支撑 也就是今天的下场线别穿了 对 别穿千万别穿 不能穿 那么而且如果是下去的话 空间也是有限 基本上是3070点到3070到3080点之间 会有一个较强的一个支撑线 因为在三千一百点附近 我们已经是也是构筑了很长的时间的 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底部的 这样一种状态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现在底部是在不断的抬高的过程当中 所以不必恐慌指数会急剧的下跌 那么为什么说今天是整个的是一个洗盘动作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阵指数60分钟 那么60分钟就是这样的一个走速当中 我们是第三个小时的话 是呈现了一个放量的开出了一个大阳线 修复了第二个小时的这样的一根 两根阴线是有量的 第三个小时是有量的 不是是缩量的状态 如果是缩量的状态打出这根大阳线的话 那反而我是会觉得担心 那么再者就是尾盘最后的一个小时 仅仅吃掉了这根大阳线的三分之一左右 连二分之一都不到 对 说明也是较为强势一种走势 那么明后天的走势 很有可能就是形成一个横向正当的成立 那么对于明天的走势的话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有可能是先探一探 但是绝对不能先去破3100点 那么明天收新的概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 就是说今天那好像是上下的波动挺厉害 对 就跟皮球一样 掉地下砰弹起来了 慢慢它的政府会收窄 对 明天的整个的一个政府会慢慢慢慢的收窄 有可能就是收出一个十几天的状态 那么周五的时候看 如果就是说量能还是不能够再次积聚放大 今天是2700亿 假设明天是2500多亿的话 或者说后天量能出来的话 那么短时间可能爆出这样的一个阳线 否则的话还是就是横向的震荡 来整顾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这一点的话大家应该一定要清楚 那么再者的话我们看到了 昨天的话是创下了 盘中创下了10个月以来的这样的一个新高 对吧 3156点吧 那么这一点的话应该是值得行使的 对吧 前几天都是在3144点的时候 都是0901的 那么昨天我就说 今天3140点是个第一条防线 3120点是第二条防线 那么今天整个的收盘指数是3128点 那么也在多方的第二条防线之上 那么这里形成了一条比较明显 这样的3120点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 这样的一个警线位 既然是守住了 而且在3120点之上 那么我觉得明天假设是低开的话 那么低开的幅度并不会很大 最多也就是10个点甚至15个点左右 如果低开了以后 向下探一探的话 迅速的往上拉回的话 那么这就是一个较好的指向 就是说确实是今天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 也就是今天下阳线是真实下阳线 对 真实下阳线就下好了 如果明天如果是来一根 再接一个中阳线的 一直在下阳线下面低开 接一个中阳线的 那么对不起 这个盘子肯定要得先往下探 但是探的幅度也不会很大 我说过这个中期的趋势一直是保持的 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被打破掉 所以说不必就是说很恐慌的 关键还是对于就是说 整个的一个板块的一个选择 这才是我觉得是一个关键 对吧 现在我们看到很明显看到 现在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结构性的行情 那些板块在不断地在轮换 甚至没有一个很强的延续性 有的两天就没了 两天就没了 甚至一天一天 拿不到一个好板块 这转基本上跟你没关系 对 这别着急 一会板块的时候我们一会再说 对 我们再来问问老魏 老魏今天好像这个过山车一样 是吧 这个一看就过山车 过山车是这样的 过山车应该说是在预期之中 那么之前我一直 我的观点就是一直 它这里会有一个 再向年限回踩的一个结构会出来 那么刚好这个 咱们昨天我来做节目还说了 这个上 就是小K线越来越小 对吧 到顶部的时候它的K线越来越小 而且它的量是缩的 那么这个首先来说 突破3140是不成立的 就是这个心虚嘛 心虚也拉不起来 你就算拉上去了 今天刚好来了 怎么 这个美国咱们说这个大选都知道了 一到下午它这根下影线砸下来 但是这根下影线砸下来 短期啊 咱们就说短期 明天 明天早上 因为今天美股一开 晚上美股一开的话 它肯定跌 然后影响到我明天 明天我们开盘也是低开 低开往下层一层 会拉起来 拉起来以后呢 基本上明天下午 拉一次 那么这里可以做一个短插 就是明天如果打低的话 可能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短插 但拉起来之后 咱们再看3140是不是能过得去 如果过不去 还是回来 它还会回来啊 其实这根下影线 它是一个指向指方向的 你看看 大家看一下这个这个 就是MS 不是MSD 就是KD KD指标 它已经背离在今天死差了 第二个死差这个节点出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坐实了 它这个反弹这一波的死差开始了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说这个背离嘛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时间窗口 我又说时间窗口了 11月16号是我给的时间窗口 那么如果是咱们按照时间来算的话 上一次25号建高点的话 那么这次16号是建一个相应的地点 我不管这个地点是到3080也好 是3060也好 或者甚至于把下面的一个缺口3009补掉也好 无所谓 它只要回下来 到了我的这个时间窗口以后 那么就会有一波起来 而这个起来的话 它这个地方做起来的话 我们说就是整个的这个向上的趋势继续保持 哪怕它打到 咱们说3060 3070也好 打到这个位置 因为现在年限它是往下走的 前两天我看看这个年限的位置 它在3080 今天到3072了 往这个方向它是向下走的 那么它拉回来的话 也说不定打30703072 这个位置打一下 打完了之后再继续保持向上 那么这个再向上的话 其实我觉得拉回来以后再向上 这个整个的结构已经做完整了 这个向上应该是可以有力了 而且可以跨年的去做 那么中期目标继续看涨 最多在12月份里面 咱们就说 接下来还有什么事呢 美联储这个议席会议 那个地方如果加息的话 再探一探 但这个地点 比现在这个地点肯定是来的高了 再上去做跨年行情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咱们再换过来说这个创业板 创业板真是不太争气 那个2140昨天刚站上 今天打下来 它变成一个什么下跌常态了 对不对 你发现它是个下跌常态 不停的这个低点出来 现在好了到2100点这个位置了 我说过2100平台 它是不能漏掉 一旦是把2100漏掉 它的理论目标位是到1600去的 就是再下来400点空间 所以它在2100 一定是要有人进去要护一下 不护的话跌下来 真的是有效跌的话 它跌出空间来 以后是它的机会 但是现在它没走好之前 你稍微要规避一下这个小票 应该还是在主板里面 咱们找机会 那边就别看了 对 现在因为它长态 就下跌常态 慢慢地 而且你看那边创业板 那边是五日十二十 这都跟火车轨一样 非常平行 这明显这是跑长跑的姿势 你知道吧 你要那个均线越跌越大 你越跌 啪 跌开了 那好了 你跌不远了 你无限的跌大了 它就给收回来 但是现在你看 一跌一涨 一跌一涨 慢慢走 等于是跑两步就歇歇 跑两步就歇歇 而且你发现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所有的阳线都是让你抛一次机会 你看第二天就是阴线吃掉 过去那几个阳线 你在哪个阳线抛 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你在哪伸手 抄 都错了 是吧 就这个确实是有点 让人有点 看着有点 挺什么 挺郁闷吧 是吧 你要不然你就下去 回来 对不对 慢慢走慢慢走 这那条是一站 是从月线上看 它585那条大切线 它已经跌破了 已经破位了 那条线呢 是百名要破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最高是去年的四千点 打下来 打到支撑 要不然你给我创新高 创不着新高回来 那是一定会破 对 这也是不假 再要是一千五六 这确实 远期目标确实如此 但是咱希望 你这 你哪能反弹一回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你别一下直接去 你直接去 这边主板 你这边奔一千六 我主板奔三千六 这好像有点让人看不懂 这是目前的 大家比较困惑的地儿 是吧 那么不管它了 我们反显 现在我们目光在主板 既然我们谈到了板块 谈到了 下来 我就抄 下来我就抄主力是这动作 那我们也跟主力保持同步呗 既然主力不往上打 那一旦拉起来 你得想着卖 是吧 你不卖它真回来 是吧 就这逻辑 那你看今天 煤炭有色打起来了 那你说明天如果再震荡 你看我们准备这手 或者是MF圈 在哪个板块下了 我觉得是这样 我给的板块也是一个中期的 中期的 因为我们是两周做一次节目 我给短期的 我不可能给五六个板块 对吧 比较虚 所以说我们中期还是一直看好 煤炭 煤炭 全商 就这两个 那之后有可能会有一带一路 这个我们今天不说 那我们先说一下煤炭 为什么比较看好煤炭呢 因为煤炭我们知道 现在来说的话 发改煤炭也是供给测 就是说驱产能 在目前来说也是得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效果 而且来说的话 煤炭近期我们可以看到 焦煤焦炭的期货也是一个暴涨的行情 所以说会刺激我们自己市场的煤炭板块 有一个上升的过程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煤炭现在是阶段性的上涨 它的K线形态是阶段性的上涨 而且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11月份了 12月份冬季的话 冬季对动力煤的一个需求是比较大的 会拉动煤炭价格的一个回升 你说动力煤呢 这产量依然是还是萎缩的 对还是在低位 还是在低位 但是现在是冬季了 所以说的话 它会带动动力煤的一个产量的提升 所以说的话 我们对煤炭的看法就是未来还是非常看好的 现在的话我们可以切张图 切张煤炭板块的一个K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 煤炭板块基本上在趋势线的一个上方 而且我们看这个整个图形的话 它走出一个ABC 基本上是走出了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过程 对 而且现在基本上是上涨放量下跌走量 你从这就是 从前面一波就是 走一个小M一样 对 上去就只有一个 在横一下 对 所以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话 如果投资者你手上没有煤炭板块怎么办 小油的趋势线已经给到你的 你焚大盘 焚低的时候 吸纳一点 就像我们几个嘉宾说的 明天回到3100 如果不漏 你可以吸纳一点 这个是第一个你可以配置的中长期的 第二个配置的话就是券商 券商我们也已经说了N次了 为什么看好券商 就是我们一直在等的东西 它马上就要来了 就是深港通 那深港通的话 我们估计是在14号或者21号 或者28号会有一个开闸 那对券商的一个经济业务的话 也是一个新的一个面包 对券商未来的一个四季报 年报等等 都是有一个新的一个文章可以做 那我们做股票也知道是炒预期嘛 所以来说的话 这个券商的一个业绩增长的话 也是无容置疑的 所以说对券商板块的话 也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刺激 那这张K线图的话 就是券商板块的一个整体指数的一个K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趋势线 目前是在一个上不灵轨道的一个中轨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目前是在中轨 从技术来说的话 如果中轨不破 它必要去上轨 甚至去突破的 而且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券商板块 目前在盘中 就像刘老师说的 它现在下来的时候 是由机构去买的 但是来说 它上市它不公 它不公 公支 那什么时候的话 就像我说的煤炭券商 如果它上去公支了 那大盘也起好了 现在的话 你就逢低细一点 它不公支 你就扔给它 再下来再洗一点 大盘还是正当 等我说的盘口语言变化了 就是减的那些板块开始公支了 那你这个时候 就记住两个字持股 就可以了 也就是我们既然主力 你说下来买下来买 下来买我不往上攻 那我也下来买下来 保持跟主力同步就可以了 是吧 那叶逸呢 你这个是之前有一些板块 是煤炭啊 什么这就过去了 虽然说现在还没完 那有没有新的板块 煤炭的话 我觉得煤炭有色的话 明天还是检验整个大盘指数的一个 抗跌性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大家要关注 那么下来的话可以写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板块 叫做石墨石板块 首先先从技术面来分析一下 那么从整个的布林线来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 布林开口已经收缩到极致了 那么就只将面临布林开口的 这样的问题 那么从前期的整个的走势来看 大部分之间都是运行 在布林的中轨和上轨之间 那么线下往下乘一乘 而且成交量是呈现萎缩的一个态势 那么有待整个的一个成交量 再次放到的时候 那么我相信整个的这个板块 又会起来 那么再者我们从整个政策面来解读一下 有三大事件 工芯部印发的这个产业技术 创新能力发展规则 为石墨石为重点发展之一 还有一个就是说 全国首家石墨石高峰子复合材料研发中心 已经建成启用 那么再者就是在11月8号的时候 2016年中国国际石墨石产业发展论坛大会 在北京召开的 那么中关村的石墨石产业联盟已经成立 那么再者我们来看看整个的一个基本面 包括它在未来的整个的一个在行业当中的一个应用 一个是传感器的领域 第二个是储能更新 那个星星的显示领域 还有半桃体材料 包括是生物医学领域 那么都是一些比较就是说 和整个的一个新星的电子产业是分不开的 那么随着整个的我们的整个的一个电子新星行业的一个崛起 包括我们看到在整个的军工方面的整个的一个电子行业 已经达到了相对来说比较尖端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 那么所以说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石墨石的未来 整个的一个市场规模 我做了一张图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也就是说了整个的一个市场的未来的一个前景还相对来好 那么对于中长期的话 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话 我觉得可以中长期的布局 石墨西也是作为一个从基本面考虑吧 应该讲发展还是蛮有前景的 而且前期是有过一波比较强劲的这样的一个涨幅 现在是处于一个就是 其实回调的时间也够了差不多了 那么是不是我们来关注一下 它有再次一个放量再次启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能够形成这个二次放量的过程 那么短时间是我们可以去抓住的一个焦点 那么不建议就是说投资现在立刻马上就去介入这样的一个板块 但是你可以放在你的整个的一个板块方面去关注 那么一旦形成二次放量的话 那么对不起你应该动手进去 你先盯着它 对你先盯着这个板块对吧 一旦起来的时候你及时的进去 那么就能够短期内就很有可能就出现这样的一个投资收益 如果没盯住撑起来 哪天你看长起来那完了 所以说你这先有一个目标你先放着 因为为什么现在还是处于一种震荡式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一打起来就一个星期之内就涨出去10% 20% 而结果你没有 这时候最近之后 它可能就是又处于一种回调震荡的一个走势了 对吧 所以说你要在它刚启动的时候 刚产生放量的时候 也就是第二次再次放量的时候 你要及时的跟进去 这个还是就是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 我们在市场当中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学了那么多的整个的一个技术图形的分析 那么无非也就是说对未来市场的走势 就是有一个预先的一个判断 对吧 那么当你有了这个事先的预先的判断以后 你一定要学会及时的操作 那么中小散户投资者可以通过仓位的控制 来不断的就是说增仓或者是减仓 来控制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那么对于整个的一个就是说 有对冲工具的投资者 那么相对而言的话 我们的整个的就是说操作率就更大一些 我们可以通过固执计划 通过期权做一个对冲 对吧 也能够保持现货 如果现货市场有一定的损失的话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对冲交易的话 是至少保平 一般的中小投资者 不计别的条件 所以说我是建议就是什么的 保持仓位 对吧 你觉得这个点出来的时候 你打进去 如果你是就是说资金量比较大的 那么你觉得这个板块确实是不错 你看中的 那么你先打点底仓 两层三层底仓打完了 那么如果下去的话 你再逢低见一些 只要这次个股还没有打出去之前 很明显前期已经有过陆陆续续 这种放量的过程 现在属于一种那个缩量盘整的状态的情况下 等二次放量的时候 那你就及时的把仓加上去就可以 好 这就是操作方法 在没起来之前我先放了 放了备旋 什么时候一动 我们就第一时间冲进去 是吧 老魏昨天是核电是吧 那今天是哪个板块 好的 那么今天要点的这个小板块呢 是这个稀土 那我们说最近呢 这个8月份开始啊 这个我们说这个稀土啊 又开始涨价了 这不是不光是稀土 它 都涨 都涨 对啊 你看我们那PPI又超预期了 对 所以也就是说它这个涨价 很多厂商都是持币观望 拿着钱再等 啊 那个这个我们说还有一个什么 国储 它需要这储存嘛 对 每年都是 而且它还需 有这个流标和这个取消以后啊 第三次 它要准备这个实施 这个可能性就要大了啊 这是对稀土的价格 有个明显刺激 另外呢这个 我们说这个国储启动 它会有一些地方上的一个政策 对于那些黑稀土啊 它会有打击 那么对于这个稀土框架的这个支撑啊 还是一直存在 那么咱们说这个 像这个东西 就国家是战略储存的嘛 你这东西一天到晚的涨价的话 那么成本会升高啊 所以呢 所以有很多的厂家已经在做好准备啊 准备把这一块拿下来 所以稀土这个如果有回踩 我觉得它它倒是一个可以中长期的一个 可以看到它向上的一个动作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这有基于这一点的话 这个小板块呢可以看一看 另外呢还有最近我发现啊 就是刚才我跟这个叶一啊等在聊天 最近叫乱拳打死老师傅 什么意思啊 那些年轻人的操作不怕 专门打什么刺心股 最近在刺心股上打得不亦乐乎 所以这个东西啊 如果短线你是高手的话 你可以到刺心股上面去找找机会 那个就是每天几个点每天 是这样打的 所以呢最近这个操作风格有变化 一个是中期配置一个短期的刺心股上面 特别是高 但具有高送转的刺心股 最近我没看到这个不断的向上挑挑战 所以这个可以看一看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没有哪个好哪个坏 短线好还是长小没有 看你哪个适合您 这是一个 您让那个二十多岁小乐 这年龄 我的长线 他这不住 你知道吧 你想像我这个 你每天盯了盯大短线 对不起没那精神 一会儿血压高了 这个当然根据个人 我年轻时候也是这个 很激进 也是非常激进 但是现在呢慢慢随着年龄增长 随着你在市场当中 你历练的越多 看到的风险越来越多 胆子越来越小 那怎么样 看看长一点 都要经历过这个过程 必然每个人都一样 从年轻慢慢一点一点一点 就跟我们开车一样 刚才会开车的新司机 我开车的时候 那跟舒马赫似的 马路上也是那样 开开一下不敢了 都有这个过程 倒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其实呢 你只要能赚到钱 这应道理 你只要能把钱装口袋里 这就行 关键是快的 记住了 它不是一头快 两头都快 涨得快 跌得快 也就是你赚得快 他赔得也快 你赚快钱 打短线一定要怎么样 控制好风险 无论是从你的仓位控制 还是从你的止损控制 这点做好了 其实快又何妨 对不对 唯快不破 对吧 好吧 我们听完现场的嘉宾的观点之后 我们再来听一听场外嘉宾 是怎样看待今天这过山车案的 上证指数超强式调整 在今天经历外围大事件影响的过程中 上午持续的走低 午后揭竿而起 胜利探底回升 盘中完成洗盘 创业板严重弱势 创新低 上证指数变轨正在进行时 再经过一些时日的巩固 挑战3250点 关注有色金属中底部扎实的公司 1111淘宝购物节销售创新高的消费内上市公司 中自投央企的再转股机会 大盘今天在美国大潜的影响下上下大幅震荡 差一点跌破20天军线的支撑位 由于大潜的冲击波还将延续一段时间 所以后市不确定因素很多 短线不以满仓操作 谨慎观望为好 回避股价已经被炒高的概念股 关注有色板块 黄金板块 钢铁板块 还有业绩优良 股价一直在平台成立的购股 只要它放量突破平台 就可以关注小窗位波段操作 好的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请出魏宁海 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股市聊聊吧 好 股市聊聊吧 今天聊聊 咱们今天要聊点什么呢 就是我们发现 在这个行情当中 特别是拐点的时候 出现一个下探以后拐点 那么这个拐点上 我们怎么去抄这个底 那么今天呢 我在这个拐点上的 这个教大家一招 这个也就是我们N字结构当中的一招 叫什么呢 长生夺影 我们来看一下体板 好 那么这个长生夺影 它的操作技术 其实看这四个字 长生夺影 其实它就是躲长 我们说这个市场含义呢 在N字结构当中的 这个发散收敛后的拐点 发散的是向上先发散 然后呢 收敛 那么就在这个拐点上 它后面肯定上去了 在这个拐点上 我们怎么去抓 准备再次发散的一个介入点上 好 我们来看下一张体板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上 在这样一个节点上 我们看啊 那么如果说 在一根K线 后面的两根K线 它是什么 躲在这根K线里面 躲在这根K线里面 那么这根K线如果说突破以后 我们就说将会有一个转折点 来 刘静 我们翻一下下面的这个 我们看一下啊 好 这一根K线 我们看到这根K线 这根K线呢 你把它的这个高点低点连两条线 我们发现后面的小K线呢 是躲在这根K线的上和下的切线当中 啊 高点的这个生命线 低点的生命线 如果破低点的话 就破支撑它会下去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说继续往下看 如果它反上来 把这个上面的这个生命线突破的话 那么我们说大K线后面小K线 不入头角 就等待后面就破高点进场 好 一旦再起来的一根K线的话 带量再起来的K线 破了上方的这个压力 那么一波行情就开始起来 所以我们的拐点就在突破 这一根长生夺影的K线的高点的时候 那么我们选择一个什么 进场啊 这就是长生夺影的一个案例 好 六俊 其实呢 老位长生夺影呢 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市场走完以后 它犹豫了 你继续跌啊 那空头厉害 你真的上去 一下就上微星反转 单日反转 那就是多头厉害 但是现在谁也不厉害 是吧 那就什么呢 犹豫了 犹豫之后 哎 你是见低点还是见高点 见低点 那说明空头又回来了 见高点 说明这多头 这个力量虚极齐了 就是这一 那才是真正的转折 所以说呢 每当出现了这种犹豫的时候 太犹豫 你也先看一看 别着急知道吧 这个抄底抄底 你得先确定那是底 才能抄 才能抄 否则的话 那就是什么 一抄抄半山腰了 所以说抄底抄底 记住了 是抄底 不是抄低 明白了吧 最低点 未见得是底 为什么呢 您到那最低点的时候 您不知道它是不是最低 你知道体来了 那是底 那我才能抄 明白了吧 那好了 今天聊来吧呢 就到这儿 我们下面将进入了微信连连看 那后天也就是双十一了啊 第一财经的谈股论经官方微信 将会推出年终答谢的抽奖活动 那么至于活动的奖品 还有活动的参与的方法 建议您这两天一定要密切的关注 我们节目的微信了 再来看一个观众的提问 趣味求真啊 他说我想请问牛伞们在日常看盘当中 都会做哪些记录 谢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 交给现场的牛伞听听看 这是他们的解答 好 欢迎回来 首先回答这位趣味存真 这位朋友的问题啊 您说牛伞们日常看盘中 都会做哪些记录 我呢 这个交流了一下 一个是今天来的交流 另外呢 跟我关系熟一点的 平时呢 我们虽然没问过他这问题 平时呢 他盘中呢 曾经打个电话 或者知道干嘛了 我在我的了解当中 这些牛伞 还真没有做什么记录的这个习惯 但是 盘后 都做记录 什么叫盘后 就是复盘 每天收盘以后 你说马上我就复盘 可以吗可以 你说晚上吃完饭了 老婆还要睡觉 那也可以 也就是说转天开盘以前 这个复盘是要做记录的 记录一下什么 我今天我怎么判断的 也就是在没有任何因素干扰我的前提下 我怎样判断行情 我怎样筛选各国 把这个 也就是明天的操作计划 这要做记录 别管你是拿笔记 还是你拿脑子记 是不是 你像我的这个脑子现在不好使 就得拿笔记 是吧 你脑子好使拿脑记也可以 这个明天盘中 我不管你出现什么变化 我提前有做好的预案 这事都做完 盘中 那就是干活的时候 那就不需要再记什么了 那至于说盘中呢 一个是我 还有其他牛三 我也别说是谁 反正有 干嘛呢 我比较喜欢做的 除了看盘 在乎打游戏 你一说你就笑了 是吧 就是说那有时候那盘子走的很无聊 跟自己想的差不多 股票也不想买也不想卖 这时候 干点别晃脑子 回来再看 看盘看盘 您不是看长跌记住了 跟您开个玩笑 打游戏归打游戏 但是看盘的时候 看的是什么 就跟看电影一样 这盘子是怎么长的 谁长的 怎么跌的 谁跌的 跌又谁抄起来的 主力在那干嘛呢 所以说看盘看盘 其实不是拿眼看 是拿心去读这个盘 一定要读懂这个盘面 那你一定要站在主力的角度上 站在他的高度上去读这大盘 那么你才会怎么样 不乱临危不乱 明白了吧 出事不惊 后边我再知道怎么去判断它 这是一个一个小经验吧 另外呢 那今天的这个微信的问题呢是这样子 美国大选呢 这靴子终于落地 A股能否开启上升趋势 说能的呢 占40% 不能呢 21% 另外还有39%呢 说说不清 A股就是不按唱你出牌 就是说大部分的说呢 还是相对的谨慎一点 有40%还是比较乐观一点 另外呢 又有几个网友 一位叫荣华说了 他说美国这个靴子 带给引号 这大批靴 真沉 分来构成 另外叫肖志平说了 美国大选不会改变A股 终长期走势 春节前大盘继续走 缓慢向上爬升的这种蜗牛式 这个有个歌叫什么 蜗牛与荒鲤鸟 是吧 等我爬上它就成熟了 就叫罗亦林说 美国总统大选 尘埃落定 后市A股应将会 依托年线继续震荡走高 跟前一位朋友的观点差不多 依托年线 那倒是能快点 你要依托50线 这就速度有了 对吧 依托年线 现在年线还往下呢 也快了 所以说跟上面那一条 您二位观点差不多 当然我们的嘉宾 基本上也是这观点 就震荡向上 虽然说慢 但是总体方向向上 这种格局反正到现在没改 估计这种惯性 也还能够再持续 既然是有主板 我说主板有这样的格局了 那抓紧时间 赶紧播种收获 是不是 那好了 今天一个过山车之后 明天我们又该怎样来应对 接下来就将进入我们的明日抢先报 好的 欢迎回来 咱们的小伞在周四的操作当中 应该注意哪些关键的点位呢 马上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欢迎回来 今天这过山车走势之后 毕竟收拾阴线来了 常常在下影那是单真探底 还是先指路 我们别猜 我们看一看图 看一看指标走什么样子 还是来看一看上证综合指数日开线 均线依然是多头排列 长下影阴线跌穿了5日均线 把5天线跌穿了 10天线没穿 守住了 最下边最低点基本上达到20日线 也就是说它是往下调了 但是下面的支撑比较强 这根K线的这种含义就是这么一个语言 MCD是金叉状态 红柱的缩短 KDG是背离后的死亡交叉 你看这有个高点 下来这又回来了 现在是背离了 但是顶呢越来越高 是吧 它越来越低 出现背离后的死亡 骨指将步入调整 所以说呢 把仓位控制一下就可以了 为什么是要控制一下 不叫大幅减仓 不是 因为它是调整 这种阴线就是什么呢 上面有压力 下面还有支撑 60分钟 均线是纠结的状态 你看那这缠上了 震荡回落的走势 KDG呢 死亡交叉以后的下行 并有形成倒压嘴的可能 就是明天第一个小时 你收羊 把它插上还行 如果收不了羊 一下来就成倒压嘴了 MACD形成死叉 反弹要降低仓位 那创业版方面呢 创业版呢 均线空头白脸下影阴线再创新低 一个下跌常态走势 KDG下行后并收拢 但尚未形成筋叉 没形成筋叉 MACD稳步下行 走得很稳 这时候啊 跟均线一样 谨慎观望 它的60分钟均线空头排列 下跌常态未变 MACD继续下行 KDG与50附近纠缠 保持观望 这没有走出趋势来 但是MACD也是纠缠向下 它的均线也是向下 所以说呢 这种趋势在60分钟体现的 还是比较明显 连60分钟的拐点 它现在都没有明显的出来 所以说日线还要等 对于创业版 我们还是要耐心的 在观望一段时间再看 好了 广告回来以后呢 我们再回到现场 好欢迎回来 我们首先进入抽奖环境 请看屏幕 停 这位是422 恭喜这位观众 您将获得飞科电器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好我们回到现场 你看啊 在咱上节目之前 咱看一看外围市场的走势啊 这个谁呢 铜 铜 真是飙升 昨天就没少涨 今天又没少涨 那你说这会不会引领这个 有色接过这个 之前煤炭的大旗呢 是 煤炭之前涨 有色也没闲着 对吧 你看大盘谷这个铜业 也拉出涨停板是吧 那是不是这个铜的飙升也像 这边焦炭涨煤炭涨嘛 这边铜浩一涨 那边有色会不会 把这个旗帜接过来呢 有这种可能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 因为来说的话 煤飞色舞未来 它会有一个贯穿 它会先动煤 先动有色都会 所以说的话 煤飞色舞未来还是 行情的一个主题 因为它会带动人气 我拉保险 我拉工程建筑 我拉券商 其实很难带动人气 还是太大 所以来说的话 我拉煤飞色舞 会带动中小串的一些个股 会带动市场人气 现在市场就像我说的 它下来有资金 上去没资金 它都在观望 都在歇啊 所以说的话 你煤飞色舞一拉市场 歇的资金都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会 因什么呢 因为我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煤啊 大家就好像说 供给测改革 去产能 然后这边呢 这个是什么 煤价慢慢涨了 这个有色这事儿好像 这不是咱国内的这个定价权 在国际上有的 这个轮得同LME吧 这个逻辑它涨 这个能不能持续 我这意思就是知道吧 我觉得还会有一定的一个持续性 因为我一直这样说的 就是说 向来都是有大宗商品先涨的 期货先涨 随后我们的现货再跟上的 这是起义 这个是我历来关注 整个的一个国际上的 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关注 那么再者也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整个的中国的经济 在真正的是走出了一个底部 缓慢走出了一个底部 整个的对于整个的一个 大宗商品的需求在加强 只有我们这个市场 才能够去有这样的 但是我定价权不在我们这里 这就是我们现在吃亏的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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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期货市场马上 要推出很多的新的期货品种 包括原油都要推出了 那这说明什么 说明一点什么 就是说我们未来 一定是有定价权的 再者随着人民币的 逐步的一个国际化 我相信这个定价权 会慢慢慢慢地转向我们 毕竟我们是能源需求大国 所以说这些大宗商品的上涨 预示什么 就是预示着整个中国经济的 见证的像好了 这不是像 已经提前反映出来 嗯那好了 我们要